黑龙江省海林市男子陈志伟枪杀19岁女孩后还成为一名检察官 10月12日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布了此案细节 1993年1月陈志伟还是海林检察院的一名聘任制书记员 他在歌厅里因与人争强麦克风发生争执 口角推散中陈志伟拔出手将砰砰砰连着开了三枪 第一枪抬手射向天棚 第二枪低下枪口打向玻璃茶几 第三枪平举手枪对着吧台 郑重一个19岁女孩的心脏 女孩在血货中当场死亡 案发后陈志伟的父亲却找人请托帮忙 照顾一下儿子 就这样当地检察院在公安机关没有定性之前 出局报告称 陈志伟因制止流氓滋扰名枪示警 误伤致死一人 仅仅四个月后陈志伟凭借一份虚构罚警身份的文件 被海林检察院录用 一干就是25年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一份判决书显示 曾照顾他的两顶保护伞 一人被判刑三年 另一人已去世 多年来陈志伟等人进行了违法高息放贷 抢取豪夺等违法行为 2018年陈志伟涉黑组织被打掉后 当地共49名公职人员被立案查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正经》